港珠澳大橋通車之後 香港登記私家車車主 可以參加澳門口岸泊車轉乘計劃 駕駛自己的私家車 經大橋去澳門口岸的 港珠澳大橋邊檢大樓 動停車場作短暫停泊 旅客辦理入境手續之後 可以轉搭公共交通 去澳門線內不同地方 參加泊車轉乘計劃的私家車 無需掛上澳門車牌 亦不受配額限制 香港登記私家車車主都可以受惠 司機無需持有澳門駕駛執照 但須於申請時 為車輛及司機作出登記 在第一次使用澳門的港珠澳大橋 邊檢大樓東停車場之前 車主需要新領香港運輸處的 封閉道路通行許可證 即禁區指 以及澳門政府發出的識別標誌 另外,大橋主橋位於內地水域 來往香港和澳門的車輛和司機 都需要取得內地政府發出的 電子臨時排證和駕駛許可 所有排證的申請手續 由香港運輸處一站式處理 簡單又方便 為避免親身度運輸處過境服務 分組辦理可能人多又免 申請人最好透過網上遞交 郵寄都可以 如果想用櫃台服務遞交申請 記得透過香港政府一站通網站 事先預約 整個申請過程 預計一般約需12個工作 完成申請手續後 運輸處會向申請人 寄出香港的封閉道路通行許可證 以及澳門的識別標誌 香港私家車車主 需要最遲在出發前12個小時 在澳門指定網上平台 預約停車場泊車位 車主在香港封閉道路通行許可證 及澳門識別標誌的有效期內 可以多次預約泊車位 提提你 在出發前 是需要購買澳門車輛保險 及內地交通強制保險 如有移民 可查閱香港保險業聯會網頁 最後 記得登入珠海平台 輸入已購買的 內地交通強制保險資料 完成獲取 內地電子臨時排證 及駕駛許可的手續 做齊以上手續 就可以開車出發 經港珠澳大橋去澳門